莱万到底有多忘恩负义 为了个人荣耀 曾经的莱万不惜投靠死敌 从多特蒙德转回到败人 可贪赖的人永远不知满足 尽管在败人混得风烧水起 可有朝一日 莱万突然觉得这家俱乐部 开始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了 曾经的儿黄梦 让莱万再次蒙成跳槽的想法 再加上欧冠面对黄满的软鸟瞎表现 让众多败人球迷为之不满 但身为败人教父的海因克斯 却一眼力挺莱万 并安排他首发出战并取得进球 然而在比赛80分钟 莱万被战术性换下之时 他却唯独拒绝于海因克斯握手 完全没有对海帅抱有最起码的尊重 18年世界杯 在俱乐部预选在风光无限的头号射手 却在世界杯正在上一球未尽 软脚下的标签再次贴在了他的身上 而在今年夏天 他再一次逃离败人 加盟了巴萨 可球迷们没有忘记 莱万对于诺坎普国王梅西的嘲讽 是的 作为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莱万更像是一位没有感情的雇佣兵 所以这样一位内心毫无波澜的球员 或许永远无法达到梅罗的高度 那么大家看好莱万在巴萨的前景吗